新疆第二条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生产线 2月14号在国家级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生产 这条八天建成日产量达1000套的生产线 为新疆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提供防护装备保障 当前医用防疫物资紧缺 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全力协助企业 以最快速度完成了原料采购 设备添置生产线搭建等前期工作 为顺利投产做好了精心准备 记者在库尔勒冰娟制衣有限公司 医用防护服生产车间看到 企业正开足马力组织员工严格按照生产标准 早晚两班到24小时批量生产医用防护服 这中间不管是材料准备还是技术还是设备 都是24小时连周转 我们目前投入一条生产线 总共投入100余人 党产以后可能应该是每天1000套左右 为解决生产过程中 无军车间生产线问题 当地政府协调提供1000余平方米捷径车间 并及时完成车间调整和消杀工作 接到通知后 我们公司立即行动起来 将公司原油的一条10万机车间进行全面升级改造 并配合这一场将协调安装完成 目前新疆第二条南疆第一条 医用防护服生产线正在有序生产中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